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将展演活动推向了高潮 因为他们代表了中国武林一个人们既熟悉又陌生的门派 清城派 而出场的二人正是清城派第36代掌门人刘隋斌和他的徒弟李斌 一个普普通通的武林门派居然出现在了中华养生健康的国际论坛上 这不得不让人感到奇怪 难道清城派和养生论坛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吗 清城派和养生论坛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 清城派第36代掌门人刘隋斌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清城派在历史上出现过很多长寿的人物 就是说活到130多岁的在历史上都有很多记者 包括范长生 然后在近代活到118岁的李成功 活到100多岁的二王庙的当家包自清 然后包括我们现在能够看得到的过到105岁的蒋庆平 99岁的金耀战 如此说来 清城派和养生论坛的联系 似乎可以用长寿之人众多加以解释 那么这个说法有是否属实呢 在清城派的弟子中 真有如此之多的长寿之人吗 在四川省都江宴市一条并不繁华的马路旁边住着一辈老人 他就是刘隋斌言语中提到的长寿之人金月山 老人家今年99岁自幼席恋清城陆林派武功至今已90年有余 虽然年近百岁可老人家仍耳不聋眼不花 不但生活能够自理还可玄弧济世接骨按摩 150斤的小伙子老人家可以轻松抱起 而上岁数人最头疼的穿针引线 在他眼中也是小事一桩举手之劳 尽管岁月的沧桑已然深深的刻在老人的面旁 但从老人家举手投足间的豪气 依旧能够看出习武之人的与众不同 90多年的习武经历 武术早已成为金月山老人生活的一部分 就像一杯陈年老酒历酒弥香愈加珍贵 墙头那张糊糊生风的习武照片 见证了这位百岁老人的武术人生 身体好 我来得高就往上跳 来得应该往下再 将来打了 你来打我了 我喝了 你当儿八子爬 你随便来爬 我打你 我要打你 我就打你了 作为青城派弟子的金月山 九十九岁高龄仍能穿针引线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长寿的奇迹 但是这样一个现实中的个体 就能够证明青城派养生的独到之处 此时青城派掌门人刘随斌言语中的 另一位长寿之人蒋信平闯入了人们的视线 她是青城派弟子 九十九岁仍能穿针引线 她是青城武术传人 一百零五岁依旧身手不管 究竟什么样的长寿命学 让他们如此健康 到底何种传奇武功叫他们饱糟不冷 龙武堂文化版青城武术系列节目之 问道青城带您半数珠江宴 问道青城山 眼前这位身躯并不伟岸的老者 便是青城武术传人 青城山太清宫道长蒋信平 今年一百零五岁 五月十二号 那场震惊世界的八点零级地震 将位于青城山后山的太清宫毁于一旦 留下的只有零岁的瓦片和破损的宫殿 为了将倒塌破损的道观早日修复 现在一百零五岁的蒋道长每天不停的忙碌着 蒋道长二十五岁出家时开始习练青城武术 至今已整整八十个年头 在众人的劝说之下 蒋道长表演了一套拳法 人们万万没有想到 年逾百岁的老人居然如此贱步如飞 身手不凡 都是故障碍的 我们扫连这个民众 通不主张币 我们香港人乘了重大 清宮也好,不是清宮, 關鍵是馬,馬步,練功夫第一步就馬步, 馬步也不練那個, 有什麼那種,只要清了那個, 這一下就到了, 關鍵是馬步是第一步功夫, 看你練好沒練好, 沙掌練好沒練好, 馬步功基礎, 要從中而清。 從九十九歲的金月山, 到一百零五歲的蔣信平, 清城派武術的養生效果, 讓人叹为觀止, 但而除了金月山和蔣信平之外, 古往今來, 清城派長寿之人的確不勝其数, 這甚至幫助清城派所在的四川省都江县市, 贏得了中國長寿之鄉的美誉。 為什麼一個普普通通的武林門派, 會有如此之多的長寿之人, 其中究竟有何奧秘呢? 清城派呢, 它是發源於我們四川獨建院市的清城山, 呃, 就從武術呢, 尤其在傳說上的歷史就很長了, 因為像皇帝, 這個時代的時候, 皇帝, 宣援皇帝, 當時他和赤油作戰, 打不過, 後來就到清城山來, 拜了我們清城山的臨風, 真人, 圍斯, 學武功, 然後後來就把這個赤油打敗了, 所以後來就說, 還有他還跟著清城山的一個榮成功, 學過文, 所以這兩個人後來都被皇帝封為他的老師。 相傳, 皇帝和寧峰真人學的武功, 正是高明之極的龍橋飛騰之術, 大白池油後, 寧峰真人被皇帝封為五月丈人, 清城山即被稱為丈人山。 公元一百四十三年, 一百零九歲的張玲來到清城, 憑精深的雌雄劍術, 披三道石, 開智筆桃, 大小樹石站, 將八部鬼帅和六部魔王打得落花流水, 使古文化為主的地方勢力, 拜附在道教門下, 開創了中國道教的第一個流派, 天師正一道。 張玲也因此被後人尊稱為張道玲, 張天師。 1972年, 在湖南長沙馬王堆出土的漢簡石文中, 就出現了清城山榮成功煉功的秘籍, 榮成智氣團精之道。 這個久遠的傳說變得更為神秘, 離奇。 她是清城派弟子, 九十九歲仍能穿真引現, 她是清城武術傳人, 一百零五歲依舊身手不凡, 究竟什麼樣的傳授秘訣讓他們如此健康? 到底何種傳奇武功, 叫他們寶刀不冷? 龍武堂文化的清城武術系列節目之, 《問道清城》, 在您半水都江宴, 《問道清城山》。 《清城武術》應該說是, 從張天師到清城山來傳教開始, 應該是清白慢慢形成, 隨著以後, 各路高手的互相交流, 到清城山來, 互相傳遞, 已經多不信任了清城派的一個體系。 所以在我們清城派呢, 就供張道林天師, 是我們的第一代祖師。 然後呢, 在我們的權術裡面, 也有紀念的, 就是說張道林和趙公元帥的, 就是慈雄建, 裴府拳, 裴府邊, 因為趙公元帥是齊老虎, 拿鐵編的。 清城武術, 容武術, 義學, 醫學, 丹藥等於一體, 會道家, 佛家, 俠家精華, 門牌眾多, 風格各異。 但因受道教思想的影響最重, 他又求同存以, 追求天人合一, 道法自然。 目前的清城武術, 他應該是受道文化和水文化影響, 很大的一個武術流派。 那麼在都江堰這個範圍內呢, 他流傳了, 比如說應該說流傳了有三隻, 比如說大的, 就是一隻是從佛家這一隻傳下來的, 這一隻大部分從南少林, 進入過來, 比如說我們的村門。 還有一隻是霞家, 就是霞克, 陸林好漢的, 那麼這隻叫陸林派。 那麼它就是, 直接發源於我們青城山的最高峰, 造貢山。 所以它就是完全是一個本土全法。 第三個呢, 就是從道家這個執系下來的。 道家這個執系呢, 就是說在, 在青城山, 它受的影響是最大的, 而且它是, 它所學的, 當人員也是最多的。 資料顯示, 青城武術最歸廣的時期是在青代, 短短二百多年的時間裡, 青城派門人中出了一個五榜眼, 一個武漢林, 一百一十一個武舉人。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 青城武術又一度因還珠樓主的武侠小說, 《青城十九霞》而風雲帶起。 上武青年千里奔波, 復健上山拜訪名師, 尋覓見霞。 然而, 隨著火氣的使用, 笑傲冷兵器時代的青城武術逐漸沒了, 船人散居各地, 幾乎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到03年, 我們又載入了中國最高級別的中華武術展現工程。 07年的時候, 我們載入了都鑑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在08年, 我們載入了成都市的非物質文化遺產。 然後呢, 也載入了由中國武術協會審定, 國家體育總局中國武術研究院監製的中華武藏, 這一個大型的電子百科全書。 目前在全世界大概有二十多個國家, 有幾萬人在學習我們這個青城武術。 雖有佛教和道家的影響, 但縱觀青城派的歷史, 人們很難發現他與其他武林門派有什麼明顯的與眾不同。 而青城派的長壽之謎又究竟如何解釋呢? 她是青城派弟子, 九十九歲仍能穿真一現。 她是青城武術傳人, 一百零五歲依舊身手不關, 究竟什麼樣的長壽秘訣讓他們如此健康? 到底何種傳奇武功叫他們寶刀骨? 龍武堂文化版《青城武術系列》節目之《問道青城》 帶您快速都江宴,問道青城山。 為了弄清青城派長壽之謎的真相, 專家們著手對青城派進行了全面的研究。 專家發現, 青城派發源於四川省都江宴市的青城山, 良好的氣候和環境, 應該是青城派長壽之人眾多的一個原因。 從青城山的情況來說, 確實有很多道是九十歲, 一百多歲的, 這不是什麼罕見的事情, 很多道的高道都是高齡, 我想一個跟他住的生態環境有關。 青城山位於多江宴市西南二十公里, 連風起伏, 未然身秀, 全山以幽結取勝, 自古就有青城天下幽的美誉。 在天下明山中, 青城山是最幽深田徑的一個。 而公元前二百五十六年, 秦蜀俊首李冰率中鑿山開疆, 壘石圍棚, 修建了舉世文明的水利工程都江宴, 更加造就了天府之國, 使得青城山一山傍水, 環境宜人。 青城山這個環境, 它是在中國最適合人居城市裡面拍地視, 其實它的空氣啊, 空氣質量啊, 然後包括它的山水啊, 本身就適合養生。 就是你不練功, 你在這兒, 養生效果也會有一定的養生效果。 看來, 得天獨厚的自然環境, 可以成為青城派長壽之人眾多的一個原因。 同時, 專家還認為, 青城山位於敏江的源頭, 這為在此居住的人們, 提供了幾乎沒有任何污染的飲用水源, 也使得養生長壽事半功倍。 為了這個獨家園的話, 有很多天使地理的優越條件。 我們在地方地理位置比較高, 空氣比較新鮮, 水比較乾淨, 非常衛生。 在家園這個地方, 山、水、泥都很齊全。 所以我們這種人, 一般都比較長壽。 可以說, 環境和水質作為青城派長壽的原因之一, 無可厚非。 但是, 在全國乃至全世界範圍內, 和青城山一樣, 甚至比青城山環境水質更好的地區, 並不在少數。 為什麼其他地方沒有如此之多的長壽之人呢? 青城派的長壽之謎還遠遠沒有解開。 青城派歷史上, 出現過許許多多的長壽之人。 其中, 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就是漢晋時代的四川福齡人, 范長生。 范長生他是魏晋時代的一個人。 他當時他是天使道的一個首領, 他帶了五千個部主到青城山來, 就說自己修城堡, 武裝自衛, 教人練武, 也抵抗朝廷, 也抵抗這些土匪。 在范長生的協助之下, 當時的秦庸劉民集團, 最終建立了成漢政權。 劉民集團覺得這是范長生的功勞, 希望他出來做皇帝, 但范長生不願稱帝, 最終被封為四十八劫天地太師, 重返青城。 劉民集團接受政權後, 凡是有大事, 他們都要到青城山來請教范長生, 因此范長生又被稱為山中宰相。 相傳, 這位青城武術的代表人物范長生, 活到一百三十八歲才先世, 書寫了青城派長壽的神話。 後來在青城山就為紀念他, 就修了一個廟, 叫長生宮, 道館叫長生宮。 在我們青城派裡面呢, 就是為紀念他呢, 就有玄門太極長生宮, 長生九, 還有玄門太極泉。 專家們認為, 除了環境和水質的因素, 青城派的長壽之謎一定還有其他更為重要的原因。 透過范長生的故事, 專家意識到, 會不會青城派席令的武功心法本身, 就會有益於人們的壽命。 我們聯武之人呢, 他們做家常去養生宮, 現在養生宮就是禁宮, 人們就需要有董一個的禁, 董禁要激活, 要平衡, 這樣才能達成城市的目標。 與中國絕大多數武林門派不同, 在青城派的武功心法中, 既包括外活四體, 內活經絡的動弓, 也包括肢體不動, 集中鏈內的靜弓。 動靜弓法的結合, 使得青城派的養生效果更為明顯。 而在青城派的動弓之中, 忌激方法和理念, 也與許多武林門派截然不同。 講求以柔克剛, 以弱勝強, 不提倡與人硬性的對抗, 不會過多的訓練鐵砂掌, 鐵頭弓等硬性的功夫。 這樣一來, 習練者受傷的機率相對較弱, 而硬性功夫對習練者皮膚和肌肉的磨損也相對較少, 從而達到養生長壽的目的。 除此之外, 青城派要求弟子在學習武術的同時, 也要學習醫藥的相關知識, 這樣即便在練武時受了傷, 自己也能夠及時地進行救治。 我們這些老拳士, 一般情況他在中年以後, 他就改行去行醫去了, 他就不是一直當運動員去跟誰打, 一直當保鏢跟誰比武, 然後教武術反而成了他的一個副業, 行醫成了他的主義, 他也教武術, 但是武術不是他的主義。 那麼他通過學醫, 他就會對自己做些調養。 那麼受傷的機率降低了, 調養的機會增多了, 他也會長生。 武術根本是強身健體的, 看來青城派的長手之謎, 與青城派獨到的武功心法有著非常重要的關係。 那麼為什麼青城派的武功心法如此的與眾不同? 這種有益與養生長壽的武功心法又是如何產生的呢? 他是青城派弟子, 99歲仍能穿真引現。 他是青城武術傳人, 105歲依舊身手不管, 究竟什麼樣的長壽秘訣讓他們如此健康? 到底何種傳奇武功, 叫他們寶刀部了? 龍武藏文化老, 《青城武術系》的節目之, 《問道青城》, 在您半數獨江宴, 問道青城山。 青城山這個地方呢, 它因為是道教的發想地, 那麼道教是在全世界範圍內, 唯一一個, 其實要長生不老, 百日非生的宗教。 那麼雖然說, 就是說目前我們在正史上沒有看到長生不老的人, 傳說中間看到過, 但是道教在這幾千來年內, 它一直在朝著這個方向奮鬥, 它就創造了很多養生的方法。 我們道教的金座、大座養生, 還有我們的武術養生, 還有我們的很多這些功法, 都是養生, 都是種類來講, 不管你從哪個角度來講, 萬法歸宗, 最終得到一個情深見地, 一年一首。 清城山作為清城武術的發源地, 同時也是中國道教的發源地之一。 從史至終, 清城武術與清城山的道教思想相輔相成, 難分難解。 清城武術的哲學思想, 武功心法, 甚至動作套路處處彰顯道家文化的特點。 因為在道教裡面它講, 壽為五福之首, 人類有五種性質, 就包括什麼富貴啊, 榮華啊, 這一類的。 但是排第一的是壽。 所以在道教裡面它就是把長壽排在第一。 所以它專焉長壽就專焉得多。 那麼它在這個地方處的長壽人, 就會多。 道家它這樣一個宗教的話, 是把養生, 是把長壽作為和它的信仰緊密結合起來的。 不像其他宗教, 其他宗教沒有這一塊。 只有中國的道教, 是把養生作為他們的宗教信仰。 因此它形成了, 歷史上形成了一個很系統的養生的方法。 那麼這些道士, 他們在這些養生方法技術上, 還有些道士, 和席尼亞武術, 也是他們的養生方法。 因此他們很多人都很長壽, 很健康。 這些都是我們今天可以借鑒, 是我們中華民族的, 可以說是一個非常優秀的文化一層。 拜水都江燕, 問道青城山。 從禮兵鑿山開疆, 修建了舉世文明的水利工程都江燕, 造就了天府之國。 道章陵來到青城山, 修身養性, 截盧傳道, 創建了, 影響中國政治與文化的道教第一個能態。 青城山與都江燕, 已然成為, 烙在世界文明史上的中國符號。 而身守都江燕水文化和青城山道文化影響的青城武術, 也必將與都江燕, 青城山一道, 為中華文化和世界文明, 增色天才。